金球奖提名揭晓 汤姆·汉克斯与里奥纳多迪卡皮欧角逐影帝宝座 女主角方面竞争激烈 杉博拉克以电影《地心引力》入围女主角 而美丽史翠普更是创下有史以来的记录 24度入围金球奖 最佳导演的提名包括 《地心引力》的阿芳索卡龙 费利普船长的保罗·格林格拉斯 维努12年的史蒂夫·麦奎英 《内部拉斯加》的亚历山大·佩恩 美国骗局的大卫欧·拉塞尔 最佳剧情电影女主角提名包括 《蓝色莫莉》的凯特·布兰切特 《地心引力》的桑德拉·布洛克 《菲洛梅娜》的朱迪丹奇 《大梦想家》中的艾玛·汤姆森 《劳动节理》的凯特·温斯莱特 最佳剧情电影男主角提名包括 维努12年的切瓦特·埃加福 《曼德拉传》《慢慢自由录》的伊德里斯·艾尔巴 《菲利普船长》的汤姆·汉克斯 《达拉斯买家俱乐部》里的马修·麦康纳 《一切尽失》的罗伯特·雷德福 喜剧或音乐类最佳女主角提名包括 美国骗局的艾玫·亚当斯 《爱在午夜希腊时》的朱利迪尔 《纽约哈哈哈哈》的格丽塔·杰维 《无须多言》的朱利·路易斯·卓弗 《八月奥瑟致郡》的梅利尔·斯特里普 喜剧或音乐类最佳男主角提名包括 美国骗局的克里斯·丁贝尔 《内部拉斯加》的布鲁斯·邓恩 《华尔街之狼》的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 《最香闽瑶》的奥斯卡·伊萨克 以及电影《他中》的瓦昆·菲尼克斯 《新台湾记者》的苏向兰 好莱坞报道